不过连续假期又飞往外岛的机票一票难求 清明廉价第一天由金门县政府租赁的清明包船 在上午抵达金门撂罗港 载运238位返乡记组的民众 也让返乡之路变得更快速更方便 搭船返乡扫墓的金门乡亲 一下船就接到了县府的欢迎餐盒 而县长也在撂罗港开心欢迎 由于清明节扫墓记组连假长达五天 离岛空运一票难求 这次县府特别安排金门快轮 台中往返金门各一行次的包船 提供乡亲物美价廉的返家选择 回家乡来扫墓 特别我们安排金门快轮 回到金门我们也有公共的专程到各车站 我们相信是无微不至 这趟回家之路拜天气之寺 一路风平浪静 让搭船的乡亲是相当满意 而县府也提醒返回台中的班次还有空位 有需要的民众可以提前登记 记者翁家俊金门报道